末世20年后 丧尸病毒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但还是有很多丧尸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资本家把这些丧尸集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建立了一个以丧尸为主题的五星级景区 你只需花钱买一张门条 就可以体验真实的丧尸射击游戏 看看这两个老六玩得多开心 只可惜枪法太烂了 妥妥的人体描边大师 但阿伟就不一样了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玩家 他把枪地给拥有小美 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开枪射击 可当小美瞄准一只丧尸时 他却迟疑了 因为丧尸的眼神让他感到害怕 而一旁的强哥就厉害了 只见他面无表情地扣动着扳机 每一枪都精准命中 在场的人都被这枪法经的压麻呆住 很快就到了傍晚 导游把游客送到了露营的地方 他们今晚将在这里休息 所有人都玩得很开心 可唯独小美一直忧心忡忡 没过多久 控制室这边果然出问题了 安全系统突然瘫痪 所有丧尸都被放了出来 几名游客还在外面开心地游玩 殊不知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就在他们准备起身回营地时 一只丧尸突然从身后窜出 其中一名游客当场被咬 吓得其他人赶紧上车逃走 丧尸冲进娱乐场所 现场顿时变成了人间炼狱 所有人都在疯狂地逃窜 眼看事态已经失控 控制室的技术人员立马开溜 可刚走到门口 就和丧尸迎面相撞 大批的丧尸冲进控制室 怂姐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苦心经营的度假村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而就在她懵逼的时候 一只丧尸似乎认出了她 指着她骂骂咧咧 看来这只丧尸很记仇啊 怂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赶紧跑进屋里躲了起来 也不管外面员工的死活 不过好在暂时安全了 而小美这边还在露营 浑然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就在她与阿珍聊天的时候 阿珍突然面色凝重 小美转身一看 刺傲 竟然是一只丧尸 不是被关起来的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没杀过丧尸的阿珍迟迟不敢开枪 好在强哥及时干掉了丧尸 游客还以为是度假村安排的特别节目 可导游却感觉不对劲 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这样做 只见他打开车顶灯一扫 发现四周到处都是丧尸 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随即开枪射击 导游想开车离开 却发现车子已经被导演动了手脚 控制室也没有人回应 看来现在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可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 几乎把整个营地团团为主 他们只能站在车顶 而眼镜男却慢了一步 在他准备爬上车时 被丧尸咬到手臂 当场就领了盒饭 好在他们的火力够猛 没过多久就解决了所有丧尸 同伴的死对他们打击很大 一直待在车顶直到天亮 这时强哥询问弹药的数量 可众人都说子弹已经不多了 阿伟觉得应该等待救援 然而导游却说根本就没有救援 因为度假村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整个小岛就会自动封闭 总部将会在两个半小时之内 对小岛进行无差别轰炸 而唯一能逃生的控制中心 远在几十公里以外 导游随即拿出地图 找到了一条最近的逃生路线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 应该可以顺利到达 一行人即刻出发 很快就来到一处防护网 而狮群也跟了上来 强哥让其他人先走 自己和导游负责断后 可当小美通过时 汽车里突然钻出一只丧尸抓住他 幸好阿珍眼疾手快 一枪就解决了丧尸 等到其他人都安全通过后 强哥这才钻出去 可谁知这边也有丧尸 导游被咬到了脖子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阿伟就一枪送走了他 这样的举动把小美吓得不轻 阿伟本想解释 可小美觉得他太残忍 而强哥却认为阿伟做得没错 漠视之下就是如此 小美也只能无奈地笑一笑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看到了控制中心 可当他们穿过一栋废弃的建筑时 突然听到丧尸的嘶吼声 众人被吓得菊花一紧 赶紧躲进一间房子压压惊 眼看一大批丧尸正在逼近 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强哥率先出发 确认安全后 阿伟和小美紧随其后 可等到阿珍和小帅时 狮群已经接近过道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暂时分开行动 两人绕开狮群来到后门 却看到门口有一只被绑住的丧尸 阿珍安全通过 可轮到小帅时 丧尸突然醒了过来 阿珍虽然拼尽全力将小帅救了下来 但自己却被丧尸咬了 他知道被咬的后果 为了不连累大家 阿珍选择直面施权 等待已久的三人终于看到了小帅的身影 可他的身后却跟着一大批丧尸 三人迅速穿过栅栏 等到小帅成功进入 小美便立即关上铁门 众人惊险地逃过一劫 小美上前询问小帅 才知道阿珍已经隐恨西北 一行人终于进入控制中心 打开一扇钢门 只见过道黑压压的一片 但为了活命 众人也只能冒险进入 可刚走到一半 他们就感觉不对劲 两边突然亮起红光 整个通道瞬间被高温覆盖 好在强哥用衣服包裹住手 打开了炙热的栅栏 穿过这条过道 他们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本以为已经安全 可上方突然掉下一只丧尸 直接咬到了小帅的下巴 眼疾手快的强哥立刻解决了丧尸 但是小帅已经无了 强哥也只能将他送走 现在就只剩下三个人 他们来到下一个房间 这里的空间很大 里面有很多帐篷 原来这座岛在变成度假村之前 曾是收留难民的地方 怪不得岛上会有源源不断的丧尸 资本家为了让度假村继续运营 不惜让难民都变成了丧尸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就在他们商量着将事情公知于众时 帐篷里突然出现大量的丧尸 三人只能再次折返 强哥刚想关上门 就被追上来的丧尸卡住了 小美见状赶紧上前帮忙 可阿伟却顺着锁链爬上去 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小美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 可这样下去两人都会没命 强哥叫小美赶紧走 自己随后会跟上 可当他爬上去之后 强哥却选择了留下 因为他知道自己走不了了 还交代小美一定要将 度假村的事情公知于众 接着便放弃了抵抗 留给小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有16分钟控制中心就会爆炸 小美捡到一把手枪 跟着箭头的方向来到了办公区域 可这里也被丧尸攻占 正当小美准备冲出去时 阿伟突然出现在门口 她赶紧关上门 然后跟小美道歉 原来她已经被咬了 小美立刻举起手枪 可圣母的她还是无法扣动扳机 把手枪交给了阿伟 阿伟瞬间懂了 接着就开枪送走了自己 小美迅速拿起手枪 在丧尸到来之前逃离了这里 她一路狂奔 终于来到了控制室 眼看丧尸正在逼近 躲在这里的怂姐将她拉进了屋里 现在离轰炸只有短短的5分钟 耸姐告诉小美有一个紧急逃生通道 但是那里布满了丧尸 想要过去就必须将他们引开 可想到耸姐的所作所为 小美瞬间怒火中烧 眼看小美不配合 耸姐想抢走她的手枪 不料两人在争抢中 制造的声响吸引了外面的丧尸 耸姐刚拿到手枪 就被破门而入的丧尸当场撕碎 小美则趁机朝逃生通道跑去 轰炸到计时结束 她终于跑出了控制室 而身后是成群的丧尸 接到轰炸任务的飞机随即赶到 炸弹如雨点般落下 危急时刻 小美纵身一跃跳进大海 她转身一看 发现整个小岛已经变成了火海 救援的直升机发现了她 小美被带回了城市 在电影的最后 她将度假村的事情公之于众 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那民营也得到了妥善安置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实了 晚生 小美 小美 福 谢谢大家